接着呢我们就要进行前身片的零口减帧 好你们应该会看到老师在这个前身片上面呢 别了两个这个别帧 别了两个别帧做记号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好你们可以看看 我们在做前身片的时候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他的肩膀最后要留下22帧 那同学常会讲 老师那我这里从这里打过去我要打到第几帧 其实很简单 你输入看你有几帧要减嘛 你看每两段减5帧一次3帧一次2帧一次 这里加起来就已经10帧了 一帧的要三次 然后再一帧一帧各两个一次 所以是不是总共这边加起来就要减15帧呢 15帧加22帧是不是37帧 所以你就知道了 从这边一路打过来打到第几帧 第37帧就要回头往回去 就要去做零口减帧 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好我们现在就来做这个零口的减帧 要先把这37帧先织过去 好我们这个是37帧织完以后 反回头直接反过来 先处理这边的零口 我们一开始要先去减5帧 好先减5帧 那这个时候因为您知道要从这边开始 这个其实可以拿掉 不要它了 免得在这边碍事 第一帧挪开不支支第二帧 背面所以一定是上帧嘛 这样比较容易 你容易分得清楚 套一帧就是减一次 减2次 减3次 减4次 减5次 好 好了以后就直接打回去 一直打到底 全部背面回去一直打到底 我们现在快速一点 把这个织过去再织过来 好我们这个是刚刚已经背面减针 两段5帧一次 减回来之后 正面再过去 反过来 要做第二次的减针 第二次的减针呢 是每两段减3帧一次 所以第一帧挪开不支支第二帧 然后后面往前套 一次 两次 好 这是第三次 好 就全部背面上帧回头 好 我们这边快速进行 把它进行过去 好 接下来反过来呢 刚刚是减3帧 现在是减2帧 所以第一帧挪开不支支第二帧 好 这个是减第一次 再来 这个是减第二次 好 就一路进行过去 那这边呢 就是都上帧回头 好 我们也是一样快速进行 接下来呢 要进入的是 每两段减一帧三次 好 每两段减一帧三次 因为它减一帧 所以我们不需要反过来做 直接正面两帧一起支 这样就减一帧了 直接正面一起支 就减一帧了 减一帧以后直接回头 好 直接回头 那你就直接上帧回去就可以了 好 所以同学要记得 我们在做所有的这个减帧的时候呢 尤其是绣圈还有领口 其实非常的简单 你只要记得一件事情 就是超过一帧 包含两帧三帧 超过一帧的 通通都是正反面减 不是正面减 就是背面减 我所谓的正面减或背面减 是指左右领口的关系 因为我们现在做的是这个部分的领口 所以一定是背面减针 做这个领口的时候肯定是正面减针 好 只要超过一帧 一定是分边以后是正反面减 好 可是如果是在一帧的减针呢 如果只有一帧 那绝对是正面两帧 直接并起来就可以了 你背面回头就直接全部支 就 你该支什么针就支什么针 这样子他的这个就不需要再反过来再减一次 不用那么麻烦 减一针的时候 记得正面直接操作就可以了 超过一帧以上的都是正面或背面减 好 来 因为看不同边嘛 所以会分正面减或背面减 好 这个就是我们减针的原则 那另外还有一个原则要注意的是 因为现在是每两段减一针要进行三次 好 每两段减一针要进行三次 所以记得接下来呢 两段减一针三次 所以我等一下支过来到这边 最后两针会再并一次 然后再并一次 并完以后呢 他会碰到四段减一针三次 那你就要记得第四段 我们有四段 两段减针的时候绝对是正面减 背面回来不减 今天有四段呢 减一针呢 记得这两段没事 这两段会变成在一起 所以是什么 正面减针第三段过去的时候 这一个减 这个不减 在后面是八段减一针 那就在第几段减啊 第七段 第七段正面支过去的时候并针 回头没有事 好 同学请将这个肩膀的帧数 把它一直减上来 减到二十二针 我们来做中间的这个休息的针目 我们来做中间的套收 要做套收 我们再来做另外一边的肩膀 好 这一堂课到这边 我们下堂课要做这一边 这里 这里的套收 跟这里啰 我们下堂课到这边的肩膀